早安YouTube 我是藤原 Ohio YouTube Fujwaraです 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個頻道 我會用淺顯易懂的方式 分享初學者也能瞄懂的日文知識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主題是 某某人或某東西 在哪裡 某個地方有什麼東西或是人 這邊我們一樣會用在生活上也可能用到的例句來說明 います跟あります怎麼分類更清楚 兩個到底用在什麼地方 先說結論 不是只有分生物或者是非生物的差別 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才能完全打好基礎 不會只有會一部分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文型1跟文型2 其實可以一起看 因為是同樣的概念 あそこにミッキーさんがいます 那邊有ミッキーさん テーブルの上にジュースがあります 桌上有果汁 可以發現它們兩個結構是一樣的 都是一個名詞 加に 加另外一個名詞 再加あります 或是います 這兩個動詞 教科書上會說 います可以表示生物的在 或是有 あります可以表示非生物的在 或是有 這是一個大原則 也就是說會有例外 但是我們要先會最基本的原則 因為ミッキーさん是人 所以用います ジュース 是一個東西 所以用あります 那這樣的話 助詞に 在這邊就表示 存在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に的前面 分別是 あそこ なり テーブルの上 桌子上 這些に 都是搭配 います あります 這些動詞使用的 也就是說 に的前面 是一個地點 中文就是 在某某地方 的意思 我們前面也看過幾次に 它可以表示 時間點 也可以表示地點 動作對象 等等 但是如果 去把所有的用法記起來 可能不好記 又麻煩 所以關鍵在於 理解 動詞的意思 像是這次我們知道 います跟あります 是有 或者是在的意思 那に的前面就會是存在地點的功能 那什麼是例外呢 比如說我在路上看到一台計程車 我可以說 あそこに たくしがいます 這是因為 あります跟います 區分的關鍵 並不是它是不是生物 而是它會不會動 像是這兩句 如果我想說的是 停在路邊的計程車 那就用第一句 但是如果我說的是 在路上跑 正在工作中的計程車 那用第二句反而會更加自然 相反的 生物也可能會用 比如說植物 通常都不太會動 所以日文常常都是用 或者是你想表達 你有幾個孩子 這個時候你強調的是 日文也可能說 這邊的所有物 並不是說 我的孩子只是一個東西 可以隨便我虐待 裡面的意義是 這是我絕無僅有的寶貝 我絕對不會讓給別人 是這個意思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兩句都是用助詞 嘎 來表示 存在的主體 這個是我們在上一課就已經學過了 也就是說上一課就是在幫這課鋪陳 存在的主體 是在嘎的前面 所以我們可以再次驗證 這種加在名詞後面的助詞 就是用來表示 他跟後面 動詞的關係 請大家學助詞的時候 一定要鳴記在心 這樣會對你學助詞有幫助 這是藤原在影片尾聲的小提醒 好的我們這次是學兩個動詞 あります います 以及這個動詞一起用的助詞 に が 的基本用法 下次我們會繼續看這個句型 只是が會換成 藤原會講解 用が跟は 分別是在什麼樣的場合 語意上有什麼差別 這次的練習是 你那邊有一隻狗狗 冰箱裡面有蘋果汁 這兩句話用日文怎麼說呢 請在留言區練習看看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文的訣竅 歡迎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我是藤原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練習的答案是 そこに ワンちゃんがいます 冷蔵庫に アップルジュースがあります 答案不止一種 如果想知道對不對的話請在下方留言 我會回答